好,讲义上的历三 讲义上的历三,一起来看一下啊 来,安静吧,讲义上历三 行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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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三,一分钟的时间 先量看题,然后这条题的第二问 先告诉我一个答案 历三 一分钟的时间量看题,然后告诉我第二问 谁比较大 开始计时啊 怎么样,还有十秒钟 看完了吗 想好了吗 来说一下方案一和方案二 到底谁通过的概率比较大一些呢 肯定是方案一对吧 因为方案一的原则是这样的 你三门都考,考过两门就行 方案二说我指定两门让你考 你要都考过才行对吧 那么相当于方案一在方案二的基础上 如果你前两门只过了一门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是吧 相当于方案一在方案二的基础上 多给一次机会 所以肯定是方案一的概率大 现在这样啊 方案一和方案二的概率算出来 然后比较 为什么方案一大 从数学理论的角度上 再给出一个证明 接下来把这题做一下啊 第一问和第二问 正式的做一下 大事实有没有 这个则是吗 很豐富的 有点怕 我算是要与方案一的 有点啊 凌亚 真的很豐富的 我提供一下 如果观看 你预報一下 好吃 我还记得 我一直都说 你多吃吧 我们话 吃吧 安静 想想八宝山 带书了你们俩还抽一块做自己做自己 谁的橡皮 谁的橡皮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方案一会分成两种情况吧 一个是三门考试都过 对吧 还有一种情况呢 是三门考试恰好只过其中两门 恰好过其中两门 分成两种情况 那两种情况这两种情况之间是什么的 独立的还是互斥的 互斥对吧 参加一次考试作为实验 那么全过和恰好只过两门一定是互斥的 所以在照我们算出的概率和这两个概率之间应该怎么样 加起来吧 好 接下来恰好过两门还分成三种情况 咱们比如说起个名字 叫做甲乙顶三门课 恰好过两门还分成三种情况呢 恰好过的是谁对不对 可以过的是甲乙 乙顶 以及丙甲 这三种情况吧 好 这三种情况之间又是怎么样的 互斥的吧 所以什么这三个得加在一起 再跟他加在一起就行了吧 好 那么每种概率分别是多少 咱们现在算一下 首先全过的概率应该是谁 注意 全过的情况下 每一门考试过没过 相互之间是独立了吧 这时候是独立了吧 独立之间用乘法了 所以全过的概率是A乘B乘C 第一门过没过 不影响第二门过没过 虽然实际不是这样的 大家实际考试的时候 如果你上午考语文 下午考数学 然后上午考完语文以后 正在看着数学呢 语文老师突然给你打个电话 告诉你一声你没过 接复习吧 肯定对你下午有影响 对吧 太损了这老师 下午过了考数学 好 但是呢 题目里头说相互独立 在这可以乘起来对吧 好接着看 恰好过两门 如果过是假以 该率多少 AB 完了吗 为什么要乘1.3 恰好过两门 A乘B 恰好过两门的意思是说 AB过了 不是 假以过了 同时丙怎么样 一定没过 要注意到这一点 这是我们在列式子的时候 常常会忽略的一个细节 比如说啊 扔一个硬币 注意啊 扔硬币 咱们说扔三次 然后呢 恰好两次正面 好 概率 1分之1乘2分之1 忽略了一个问题 还有一次必须得是反面呢 对吧 还忽略了一个问题 三次中的哪两次是正面 这都算概率的时候容易丢的细节 好 那么接下来咱们看 以柄 以柄呢 就应该是BC 还得保证什么 1-A 假没过 然后假柄 CA乘以 1-B吧 现在把这些东西加在一起 好 这是AB加BC加CA 减了三个ABC 再加一个ABC吧 所以方案假的概率 方案1的概率是 AB加BC加CA 减去二倍的ABC 这是方案1的概率 好 方案2的概率呢 下好 不是什么 任意取两门吧 必须要兜过才行 任意取两门 那这就有问题了 取的是 哪两门 有几种可能 三种可能 好 那么这时候 你先取两门 再考吧 所以取跟考的这个过程是怎么样 独立的吧 我先取 取出来以后 后面再考 那么 我不能说 因为取的是这两门 本来通过概率是A 结果就要变成二分之A了 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吧 好 所以在这里头 它又分成了三种情况 取的是哪两门 甲乙 乙丙 丙甲 对吧 好 如果取的是甲乙 首先 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 就算总体的三分之一吧 在这三分之一的情况下 你还必须要保证 甲乙这两门都考过了 应该是 AB 对吧 好 乙丙 三分之一BC 丙甲 三分之一CA 所以方案二的概率是 三分之一倍的 AB加BC加CA 好 现在P1和P2列出来了 能不能搞保证说 上面这个一定比下面的大呢 怎么比较 不等试那块常用那方法 做差比大小就行吧 咱们看一下啊 P1减去P2 那么减完以后呢 这边还剩 三分之二倍的AB 加三分之二倍的BC 加三分之二倍的CA 减去二倍的ABC 对吧 三分之二可以提出来 AB加BC加CA 减去三倍的ABC 明显这个式子是大于零的 发现了吗 三个ABC往里拆 是不是就行了吧 AB减去ABC BC减ABC C减ABC 这里有发现什么事 ABC这三个数一定都怎么样 一定都在零到一之间 对吧 这小题有说可以取到零或者取到一吗 没提到是吧 有可能取得到 有可能取得到 也就是说呢 有可能这哥们考什么都不过 对于他来说 两种方案是完全相等的 也有这可能 那这哥们考什么都过 对于他来说 两种方案也是相等的 好 好 三分之二倍的AB乘以1-C 加上BC乘以1-A 加上CA乘以1-B 一定是大于等于零的 所以方案1呢 总是比方案2要有希望一些 多给一次机会 总会稍微好一点 那么这就是 这道题 我们通过这道题 体会一下 独立事件下面 概率的这种计算 那么这里头又有独立事件 又有互施事件 一定要把它想清楚了 到底谁跟谁成 谁跟谁加 好 接下来呢 咱们再看一个题 这个题呢 讲一场例六的第一小题 例六的第一小题是2009年 北京理科高考题的这道 我们后面要讲的 独立事件随机变量的题 它的第一问是一个纯概率问题 好 给大家半分钟的时间看完题 然后马上得答案 这种题就不用花太长的时间了 谢谢大家 算了吗 答案多少 二十七分之四 为什么是二十七分之四 一个学生啊 题目说呢 这个学生从小呢 就非常的刻苦用功 每天呢都积极的上学 并且在上学的路上 要经过四个路口 好 那么在各个路口 遇见红灯是相互独立的 首先呢 这句话就比较假 这句话就比较假 根据大家实际生活经验的时候 有没有注意过 各个路口的红灯一般不是相互独立的 反正我发现这么一特点 就是我要是打出门 过来这几个路口 我要只要第一个遇见红灯 我基本后的每个路口都红灯 我要是遇见一个路灯 后的每个路口都绿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呢 人题目说啊 是相互独立的 相互独立 其实我觉得这个 这一点不独立很重要 注意 路口之间的路灯 不独立很重要 你比如说 我那时候有时候开车 喜欢走那个平安大道 你们知道吧 平安大道 就是平行于长安街 在那个 差不多西四到那个 那六上 平安大道呢 有一特点 当初盖这条街的时候 它就一律不盖那个 不是 光有红绿灯 一律没有那个 不是 你怎么走 不盖立交桥 只有红绿灯 然后呢 隔一小段 一个红绿灯 隔一小段 一个红绿灯 像这种路啊 各个路口 设计的相互不独立 很重要 为什么呢 按照你正常的车速 如果你遇见第一个路灯 开到那的时候 你第二口上 按照正常的车速 也赶上绿灯 说很节约时间吧 最恶心的就是 刚开了起步五十米 咔踩脚刹车 红灯 然后等了两分钟 刚起步 下一个路口 眼见着绿灯 插一下就给你变成红灯了 然后走一趟过去 光等灯 等十分钟 打车的时候 都特别亏的话 所以呢 这条题啊 说相互独立啊 实际上如果设计好的话 不独立很重要 好 预见红灯的概率是三分之一 来安静哈 预见红灯概率是三分之一 下面是我觉得这道题 条件最假的一个地方 为什么一个人预见红灯 要停两分钟呢 你们预见红灯停多久 注意啊 他对了 停到变成绿灯为止 正常人都这样吧 一看红灯 就在等着 变绿灯了 走 要是半分钟之后变成绿灯 我是不是也等半分钟就行了 没有人 这哥们什么呢 一看变成绿灯了 呀时间不够 我们要继续等 再等一分钟 然后等够了往前走 我个人深刻感觉 如果高考的时候 像我这么着 这条题就做不完了 联想太多了 我这条题问什么来着 第三个路口 首次预见红灯的概率 二十七分之四 说明第一个路口预见什么 绿灯 概率多大 三分之二 第二个路口 绿灯三分之二 第三个路口 红灯三分之一 三个应该怎么样 相乘二十七分之四 注意啊 注意 习惯三国沙的同学听听了啊 习惯三国沙的同学注意听了 这个问题就是真机 明白了 这问题就是真机 真机什么技能来着 摸牌吧 摸着黑牌归自个儿的 可以 摸着黑牌归自个儿 摸着红牌就停 所以他到第几张牌 首次摸到红牌的概率 是不是就这么算吧 到第几张牌 首次摸到红牌的概率 就这么算 所以这个问题 本质上 就是落神 当然 其实也不绝对 为什么呢 大家想想 真机摸牌的时候 独立吗 真机摸牌的时候 独立吗 不独立 你摸了一张红牌 你摸了一张黑牌以后 你下次再摸红牌 黑牌的概率变不变 变了 变了对吧 当然如果牌足够多 你说三国沙里头不是108张 三国沙里头4万多张牌 那几乎等价于没变 对吧 但是呢 你要做计算的时候 可以把这点考虑进去 如果你没牌多 不考虑的话 这个几乎相当于是真机的那个技能 对吧 只不过他每次摸牌 或者还是一种方法 你可以算 真机每次摸牌牌以后 把它放回去重摸 这样的话概率肯定是不变的 对吧 好 有关独立性 咱们也知道这么一题 那么咱们前头呢 讲两个东西 还是安静了 前头讲了两个东西了 条件概率和事件的独立性 那么咱们在必修三 讲完概率以后 这块内容是选学二杠三里头 又讲了一遍概率 讲完这个概率之后 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 下面的这件事情了 我们真正 安静了 要学的 在高考中的一道大题 北京的第十七道大题 第十七道题 这道大题的地位 离散形 随机变量 首先离散形随机变量 怎么去理解这么长的一个概念 这么长一概念要理解 必须要用我们的文法分析方法 修词分析 这个来了解一下 离散形随机变量 这个词是什么词 名词 离散形随机变量 是一个名词 比如说 你们到菜市里的去买什么 这个什么 最新鲜 特大大兴 五子西果 这词是什么词 名词 对不对 只不过前头一堆形词做定语 是不是 好 我们先看一下 这里头有多少层 去修试 最后最关键的名词 其实 就一个字量 所以你发现 前头都是修试的 我们能明白怎么修试的 就知道 这个理散形随便量 什么意思了 首先什么叫量 是个数 是个数 对吧 这跟我们前面讲 向量不一样 这是个量 什么量 接下来看 变量 说明这个数在怎么样 变 什么是变量 大家现在有感觉吧 对不对 好 接下来他说的是 随机变量 什么意思 说明这个量怎么变 乱变 随着一只鸡在变 对吧 好 有一个鸡在那啪啪啪 按键盘 然后左踩一下 右踩一下 这叫随机变量 是不是 随之鸡在变 说明他在变的过程中 没有呈现一定规律 你比如说 我们前面也讲过变量 什么 次变量 有印象吧 讲函数 咱们讲次变量的时候 是不是说 这个东西 你看啊 fx等于x方 那我们说 在零大于零的时候 增函数还减函数 是不是会说 你看随着x逐渐变大 这个时候x自变量 这种变法 不是随机变的吧 什么是随机变呢 在零到一之间 随便冒出一个数来 可能是三分之一 可能是九分之二 可能是十五分之四 那么它出现在哪 概率多少 这是不是随机变量吧 好 现在很关键 什么叫做离散 什么叫做离散 离散这个词 那么咱们用一句 中文的文言文来解释的话 就叫做单拨 明白吧 离散的意思就是单拨 这是文言文吗 就是单拨 就是什么意思呢 谁跟谁都不挨着 刚才那个同学说了一个句 很好的话 这个意思叫做不连续 它能在什么样的地方上变 来注意啊 有一些互相不连续的数 它能在这些数中间随机的去变 这就叫离散性随机变量 比如说咱们传统焦距性扔一个骰子 出几点 满足不满足条件 离散性随机变量 首先它能变出来的量都有谁 123456 谁跟谁都不挨着吧 我同学说一跟二挨着 一跟二不挨着 一跟二在数轴上离得远着呢 中间有多少数 无穷多个数 对不对 所以123456 六个谁跟谁都不挨着的数 在中间随机的去变 这就是离散性随机变量 那比如说扔硬币 扔硬币一般这个离散性随机变量出现哪个啊 比如说你们特别有钱 百万富翁 一脚花掏出来十个亿分的硬币 十 往天上一扔 好 有几个正妙朝上 是不是离散性随机变量 有几个正妙朝上 这是离散性随机变量吧 对不对 好 可能是零个 可能是十个 可能是12345678910 这是离散性随机变量 所以在这怎么去理解这个概念 量 变量 随机变量 离散性随机变量 每一个词 它在修饰的过程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理解了 这个事情就理解了 那么接下来离散性随机变量 我们该如何去表示呢 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如何去表示 它可能是2 可能是3 对吧 比如说一个骰子 骰子出什么的结果 这是个离散性随机变量 我们怎么说啊 跟说这骰子出的结果叫做 1或2或3或4或5或6 你不是平吗 是不是 太平了吧 好 人家还会问呢 那么1的可能性是多少 2的可能性是多少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式 去表示的过程中 既告诉大家 它有哪些量能取到 还要告诉大家 另外一件事情 它取到每一个量的概率是多少 能明白吧 一个量对应一个概率 这种对应的方法 对于我们来讲 最好的一个方式就是 列表来表示 这就是离散性随机变量 表示方法 我们主要用的是分布列 用分布列来进行表示 好 那么这个分布列呢 其实我个人觉得啊 叫分布行蛮有意思 因为它一共就两行 但是呢 可以有很多列 两行很多列 来自己也动手画一下 是吧 你们俩一块抠手 赶紧画一下 记笔记 好 现在呢 一共两行好几列 这两行分别记的是什么 第一行第一列 告诉我们第一行记的是什么 记的就是这个离散性随机变量 可能取到的值 离散性随机变量 我们一般用X来表示 AB版教材在这里有区别 咱们一般用X来表示 那么下面第二行表示 是每一个量能取到的概率 好 所以呢 第一行表示的是 这个离散性随机变量的可能取值 第二行表示的是 这个取值 它有多大的可能性 对应的概率 这个问题存在 但是在高中阶段 我们在这个问题 在高中阶段 我们不会预见 这是有无穷多项的离散性随机变量 你到后面可以再用一个公式 把它的每一项对应的概率表示出来 好 那么现在呢 咱们上面说 它可能取到的值 分别叫做X1 X2 到这儿有XK XN 一共有这么多项 下面对应的值 P1 P2 PK PN 有这么多项 那么在做分布列的时候 有这么几点需要我们注意的事情 也就是说 在分布列的时候来注意 画分布列的时候 首先一定要保证的是 所有可能的结果都列全 我们要说一个骰子的分布列 123456都得写上 只写前几个 后的不写不行 描述不了 明白吧 它所有可能取到结果 一定要列全 那么一般来说 建议列有序的 建议有序的去列 也就是说呢 这块呢 是一个习惯 或者对于你们来说 这个建议你们当做一个要求就行了 写骰子的分布列的时候 它可能取到的值 12356也行 64321也行 有没有同学非得喜欢写成 243516 有 那么这种习惯自己改一下 是吧 好 要列全 并且建议呢 是有序的 好 另外呢 还有可能的取值 可能的取值就列 在这里头 宁可列多 不能列少 也就是说我不太清楚 有没有可能取不到这个值 那我先列上 大不了这个值下面对应的概率 我写谁啊 最后算出来写零就行了吧 好 这里头有一项对是零 对后面没有任何影响 除了浪费一点鼻水以外 没有任何影响 但如果你能提前判断的出来 这个地方一定是零 你就可以不写了 好 在这里头宁可列多 不能列少 好 那么这是关于第一行 这个可能取值 这块需要注意的 第二行 我们也注意 这里头有两个特点 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概率 对吧 所以每一个概率 PI一定在什么范围里 一定在零到一之间 对吧 往下填这个数的时候 小于零大一的数不要出现 这一点不难做到 那么更关键的是 还有一点 好 写这个符号 应该等于多少 一定要等于1 一定要等于1 所有的概率之和 一定是1 这说明什么 列全了 对吧 一骰子可能出现的所有结果 对应的所有概率 加起来一定是1 对吧 1说明什么呢 扔了一个骰子 得到了一处 对吧 所以在这里头 这说明列全了 对于概率 有这两点 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接下来呢 咱们动手 画几个分布列 这个分布列呢 咱们要求呢 是这样的三个 第一个 画这样的一个东西的分布列 就是咱们 让人说的骰子 扔骰子 可能出现的结果 画一个分布列 两行 骰子可能出现的结果 一共有几个 刚才说过 六个 一二三四五 好 下面的概率都是多少 六分之一 自己也画一下 后头这个表 咱们还要算 还要算别的东西 第二件事情 咱们现在呢 同时扔四枚硬币 正面朝上的个数 同时扔四枚硬币 正面朝上的个数 是一个离散型随机变量吧 他的分布列 自己画一下 你要不考虑下次穿一双球鞋 人家喜欢线要腿长 没办法 好 第三个 第三个问题 刚才第二个画完了吗 没关系 给点时间慢慢画 第三个 一共有五个白球 三个黑球 现在呢 从中间取四个 问白球个数 这个白球个数 也是一个离散型随机变量 对吧 最少可以取到几个 五个白球 三个黑球里取四个 最少几个白球 最少一个白球 最多几个 四个吧 最多四个 最少一个白球 这个量也是个离散型随机变量吧 这个离散型随机变量的分布列 二和三 自己动手画一下